你以后对雪儿不要这么刻薄 爱雪不愿叫二姨太抽脸 婉拒奶奶的好意 还是在后院住了下来 这为什么呢 不是咱们说好的吗 我在后屋住了十几年 都已经习惯了 原来罢工事件是徐斌策划的 他求二姨太找关系 把阿虎和小孙放出来 否则他供出自己 二房也要吃不了兜着走 爱雪从阿虎跟小孙嘴里听到真相 他告知了大太太 难怪徐斌一直替他们说起 他们之间果然有关系 大太太跟徐斌对峙 徐斌逃避惩罚不干了 直接跑了 公司调查报告出来 崇伟被寄了大锅 爱雪寄了大功 崇伟不服气 不肯再去公司上班 你别寄大锅 好你个徐斌志 大锅还要看主人呢 二姨太挑事 一转告到老太太这里 大姐怎么做 摆明是要逼崇伟离开公司 说大房故意排挤二房 崇伟身为副总 他善离职守 必须接受处罚 刘葛班又怎么样 卷祭他一个大顾 老太太一向重男轻女 况且崇伟是瑜伽 唯一的男兵 他说好话 希望大太太撤销处分 大发能带理员工走到今天 靠的就是赏罚分明 那道理都在大太太这边 我这二房做得也太憋了 人家是母贫子贵 可我不但沾不到儿子的光 还连累她成为家里的 眼中惊皱中刺 既然常理容不下她 干脆就在家里 混迟等死算了 二姨太再耍婆也没用 如果您坚持要我 免除崇伟的大顾 那同时 我也要请辞总经理的职务 大太太在瑜伽地位 举足轻重 要是她不管工资了 瑜伽就死定了 请辞就请辞 我就不信崇伟撑不下来 你给我闭嘴 崇伟要到韵芝的宫里 还早得很呢 二姨太面子被打烂 你们大方欺负我们二方 现在连妈都不管我们了 既然这个家容不下我们 我就带着崇伟和艾梅离开这里 她把崇伟跟艾梅叫下来 要他们跟自己一起离开瑜伽 收拾行李 马上离开这里 崇伟跟艾梅只会吃喝玩乐 根本离不开瑜伽 你个死丫头 就是她后吃懒做 不当大项剑就会死啊 他们拒绝了二姨太的要求 我也不想走 你也不想走 你个兜崽子 我为了你 和你大妈脸都撕破了 你居然会说这种话 这下里外不是人 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啊 我怎么会生出你们这种孩子 二姨太都气死了 今天不给我交代 我这口气我咽不下呀 二姨太不知好歹挑战大方权位 仗着生了一儿一女 还想威胁老太太 老太太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从前欺负艾雪也就罢了 现在还想骑在正方头上 老太太大吼 让她滚出瑜伽 要滚就快滚 别在这里装样子 要走随她去 随她去哪 人在福中不知福 让她去 艾雪救了公司立下大功 奶奶开始弥补她 对她嘘寒问暖 让她在家好好休养身体 二房一双儿女 在餐桌上成了空气 老太太看到 二姨太的位子就生气 她让下人再也不要 盛二姨太的饭 艾雪在家闲着没事 她把礼物送到 邵氏地产公司 让邵伯伯转交给邵姨鹏 邵姨鹏来大发面粉厂 想制造偶遇 得知艾雪出事 她很担心 发现儿子送礼物给艾雪 邵太太不高兴 她不准邵姨鹏跟艾雪交往 张口闭口 骂艾雪死丫头 臭丫头 邵姨鹏不乐意 让她闻名眼 还明确告诉她 心里爱的只有艾雪 邵姨鹏不停地夸艾雪 聪明勇敢负责 艾雪竟然差点丧命 邵东林佩服 她都没有跟我说 这就是她可爱的地方 低调 不张扬 总是默默地付出 邵姨鹏大夸爱雪 低调 可爱 不像那个草包一样的艾眉 就知道爱慕虚荣 邵东林支持儿子自由恋爱 更赞成儿子和艾眉交往 二姨太被赶出瑜伽 生活水平一落千丈 不但没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银子 就连住的也不成样子 原本租下给儿子洗照片的暗房 成了她的容身之所 多年来庸人伺候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进出有车接送的生活 已经不复存在 好歹 我也给他们家生意而已 除了这么多天 居然没有一个人来上班 求我回去 徐斌找来 看到她的落魄像 直骂她是蠢货 我还指望你把我回去了 原来徐斌被赶出公司后 一直找不到工作 就差流落街头了 有什么样的娘 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二姨太落魄了 崇伟和艾眉也不打算认她了 也就意思意思 依然来看了一次 妈 你这是越回越回去了 这种地儿怎么能住人呢 儿子女儿都是好吃懒做的主 都劝二姨太回家认个错 二姨太不肯回家认错 两个儿女生怕跟她扯上关系 被老太太迁怒 再也不来看她 任她自生自灭 身上的财物所剩无几 二姨太想找个借口回家 面摊被砸了 史军昌怀疑是阿胡小孙报复 他担心艾雪赶来瑜伽 果然发现艾雪出事了 瑜伽收到勒索信 老太太急哭了 怎么办呢 这可怎么办呢 瑜伽就宠伟一个难定 老太太让她拿赎金去救艾雪 谁知阿胡和小孙临时反悔 拿了赎金却要绑架宠伟 史军昌赶来救了宠伟和艾雪 却身中一刀 宠伟一人逃回家被全家谴责 史军昏迷不醒 艾眉骂艾雪是扫把星 还抢着要在医院照看史军昌 结果被宠伟拉走 艾雪留在医院照顾 两人一门定情 大太太看到两人亲密 心领神会 结清所有医药费 让他们二人世界 艾雪没日没夜照顾救命恩人 艾眉却骂她不要脸 爱坏瑜伽门眉 男女瘦瘦不欺 几天几夜都混在一起 也不管别人怎么看 真是不知廉耻 老太太怒了 骂她恶毒刻薄 跟她那个黑心肠的娘一样 不管怎么说 她总是你妹妹 为什么每次事情跟雪儿有关 你就往坏处想啊你 二姨太向少太太诉苦 她颠倒黑白 不停地说艾雪坏话 还强调自己被赶出瑜伽 是艾雪和大太太使得坏 那丫头绝对不是个简单的角色 你可要盯老你们家一鹏 千万别跟她有什么瓜葛 免得后悔你们少家 二姨太为了回家不择手段 尽快安排 一鹏和艾梅的婚事 只要你们这方面决定了 那丫头再有本事 她也勾引不了一鹏她 她唆使少太太去瑜伽提进 她觉得这样瑜伽就会求她回去 少太太瞒不讲理 找到瑜伽大太太 让她阻止艾雪和少一鹏来往 大太太霸气地拒绝了她 因为整个事情的关键在一鹏和艾梅 少太太气急败坏 回家把儿子送给艾雪的裙子丢掉 少一鹏从垃圾桶捡了回来 还跟母亲大吵一架 她扬言这辈子非艾雪不娶 反正我就是喜欢艾雪 史家面摊的棚户区被少家买下 少一鹏考察 壮家艾雪跟史俊超你弄我弄 她很绝望想要跳河 少太太文宣赶来 表示什么都听她的 只要她下来 二姨太扛不下去了 主动搬回到瑜伽 跟老太太认错 少太太来瑜伽提亲 二姨太开心坏了 我是为一鹏来提亲的 哦 还没等人家开口说向谁提亲 就满口答应 我这个妈没意见 您全全做主 老太太也以为是给艾梅提亲 不过就算我们两家再怎么相熟 这规矩可不能废 还得请个先生 撇撇八字 二姨太迫不及待去拿艾梅的八字 我这就去拿艾梅的八字 结果被少太太狠狠打脸 我今天给一鹏提亲的对象是 艾雪 不是艾梅 二姨太傻眼了 不是吧 怎么不是我家艾梅啊 我们这次提亲的对象是 艾雪 二姨太气急败坏 要她给个说法 孩子大了 勉强不得 少太太撕破脸 现在都流行自由恋爱 你以为还是旧时代啊 我儿子就喜欢艾雪怎么了 二姨太气得冒烟 老太太当即表示 两个都是自个儿亲孙女 无论是哪个 她都高兴 别人hma